謝謝我們請高嘉瑜高委員發言 是 官員剛剛所討論這個鐵路警察林丞翰的這個案件 他在火車上因為查棄這個補票的事情 然後因而被這個刺死 那今天的判決確實這個嫌犯 這個判刑是無罪 因為他患有思覺失調症 那過去我們都認為這個症叫做這個精神分裂 那現在改叫思覺失調 那近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案件 被判無期徒刑 甚至無罪的案件 其實蠻多都引起社會的爭議 不管是華山分屍案 或者是有一名牙醫友被刺死 或者是小燈泡案件 同樣也是這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我們無意苛責這些患有精神病的人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些人是不是假借精神病 來做一些刑法上淘擠 逃避這個判刑的一些 追氣等等的這些室友 那當然我們相關的醫學鑑定等等 也應該有他的專業 可是今天衛福部也有來 那我們也發現其實全台灣患有這樣思覺失調症的人 有超過15萬人 那一年的健保支出就超過127億 那當然在刑法上或相關法律 我們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刑法19條 如果你是有這個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的違法 或者是你欠缺辨識能力 你是可以減刑甚至無罪免刑等等的這些法律 那問題就是說今天這個殺警案的案件 法官判決是認為說這個刺殺李承翰的這個人 他是欠缺辨識能力 那在我們這個小燈泡案件的這個王景玉呢 他甚至在更一审還是法官認為他還是有辨識能力 所以法官的判決這個是否具備辨識能力的這個依據 到底從何而來 這部分可能也是後續大家會去質疑的部分 就是說為什麼在小燈泡案的這個嫌犯完警玉 他還是有辨識能力因此被判了無期徒刑 而這個案件的這個這個犯罪人呢 他卻是因為這個欠缺辨識能力而被判無罪 那這個中間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這個就是因為審判獨立我就不能批判個案 那就個案的就其他個案通案型的話 類似這種有爭議的我們都會請檢察官 但是就法律層面呢 我們後續如何去補足來以安民心 因為如同我剛剛講的 現在全台灣有這樣子症狀的人其實非常的多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也希望說我們的相關單位 不管是衛福部或者是我們的法務部 還有我們的司法院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思覺失調 可能造成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因素 而後續有沒有相關的配套 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講社會安全網 當這個人因為無罪而出來的時候 現在的華藍的原因在說 那他可能成為社會上的不定時炸彈 那在德國呢其實也有類似說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症狀的人 他在服刑完畢之後他還是能夠有一個安全管束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然後讓他之後呢可以接受一定的治療 或者是一定的在限制部分自由的情況之下 來得到一些對於其他民眾來講是得到一些保障的 那我們相關的法令在這個部分的配套呢 我們現行法是有監護如果說判無罪怎樣這樣 如果他確實鑑定是這樣的話 還有一個保安處分裡面的監護處分 有這個也要經過法院裁定 那過去這些思覺失調症被判無罪 而有這些所謂的這些監護處分等等的相關的 有多少 那所以引發的爭議就在於說 這些人一旦無罪之後他所導致後續的影響 那我們實務上到底如何來保障這個社會安全的部分 這個可能後續我覺得需要一個完整的說明 來杜絕現在大家人心惶惶的狀況 那今天也提到18歲公民權 因為我本身也有提案嘛 那在3月5號的時候 我們蔡清祥部長在這裡的時候 我曾經也問過法務部對於18歲民法的這個成年年齡的下修的意見 當時蔡部長的回答是法務部是中立的 中立的 那過去曾經也做過民調 那當時我們也請蔡部長能夠做一份民調 來瞭解現在的態度或是什麼 那今天聽我們次長講的意思就是說 法務部現在已經是支持這個成年年齡下修到18歲嘛 那我們這期間從3月5號到現在有做過民調嗎 我們有經過透過這個不是 因為本會有要求我們法務部做了 我們有去做那結果還沒有出來 所以已經有做了嗎 並不代表說這個 對 就影響我們的修法 但是問題是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那目前大家都是正向而且支持的 所以就這部分應該是有機會 那另外就是說關於那個公益信託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也很關心 因為法務部也有列在今年的修法計畫 我們最近會送出去 送給行政院 好 那你們什麼時候會送 最近啦 最近又是什麼時候 我看可能兩星期左右吧 因為之前你們所提出的版本是以這個 信託總支出的50% 那你們現在的修法的方向是如何 我們現在給行政院 因為還要交集各部會 來做來做衡量 這個我已經跟羅政委有報告過 所以你們還沒有確定你們現在的 所以你現在是法務部會先送行政院討論之後 然後才會有一個確定的定案出來 那對於過去你們的修法方向是以年度總支出50% 這個部分你現在還支持嗎 我們不是堅持 但是我們條文這樣寫沒有錯 但是我也委員的過去上一屆 因為我們也有提出這個部分的修法 那我們是希望說這個支出的比例是以總信託資產的5% 我們是請行政院來做了解 那這個部分法務部的態度如何 法務部也是這部分倒是中信喔 我們沒有就堅持就怎麼樣 你們什麼都中信啦 沒有啦 因為我這樣讓各部會來處理一下 都是沒態度然後都看別人態度 法務部要有自己的態度啊 我們目前的是要原來的版本 目前啦 所以你們還是堅持用年度總支出50% 我們提出來的版本 這個東西就是引起很大的爭議啊 如果年度總支出只有一百萬 所以他一年只要花50萬來做信託嗎 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們也已經請各部會來做他的影響評估 因為這個是各部會的夜館啊 所以我們希望法務部就這個部分能夠拿出誠意好不好 不要讓公益信託輪為這個財團可以這個減稅 甚至是讓財團可以運用的這個工具 那過去修法的方向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希望法務部就這個部分能夠再檢討 好 謝謝 好 謝謝高嘉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德維委員發言